韩国第三大娱乐事务所JYP 在社长朴振荣的带领下 领先旗下所有歌手 包括Miss A,2PM,2AM,GOT7,玉恩,善美,Fifteenand和白亚岩等表演单位 在香港的亚洲国际博览馆举行家族演唱会 全场气氛非常热烈 不少粉丝更一开场就站起来 而在演唱会开场前 一众参加会演的歌手在同一场地举行记者会 部分穿超短裙上阵的女艺人 坐下的时候不小心发生陋地情况 特别是Miss A团队终端李文英最为严重 不过信号团队中有两名中国成员 其中王菲菲更加会说粤语 缓和了现场尴尬的气氛 这次香港的演唱会都有点和首语的有点不同 所以特别的位置 香港的朋友准备了白话歌 不过要说粤语说得最标准的肯定是GOT7的成员Jackson 因为他非但会说粤语 更加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香港男生 不难遇见有他的存在 GOT7在香港乃是全中国肯定很快走红 我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 好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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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站起来 站起来 那时一直在那里 一直的梦想就是可以到以后出动之后 就可以回香港做活动 做演唱会 这次虽然回到香港 不是我们GOT7的演唱会 都是我们GOT7的演唱会 可以回到香港真的很开心 好像真的find ok的感觉 一个文章的吗 一年半都能翻过 很开心 好啊 好啊 欢迎来跟回来 优酷全娱乐 香港报道 好 然后呢 右手边的警察朋友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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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